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这里是TimBob,我是老柯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台湾的骄傲,戴姿瓶 影片开始前,喜欢这类型影片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哦 戴姿瓶1994年出生于台湾高雄 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而开始接触到了羽球 周末时常与爸妈一起到球馆打球 个性活不开朗的他很快的就喜欢上了羽球 小学阶段在与家人讨论过后便加入了学校的羽球队 然而在刚开始接受正规训练时,以往在球馆学到了招数 在教练看来都是偏油条且不正规的动作 并希望他能改掉这些小聪明的打法 这也是他一开始不被教练们看好的原因 但在几年下来的基础训练,结合平时在球馆偷练的招数 再加上自己本身对球的意识与天赋 很快的戴姿瓶成为了球队里最与众不同最具有潜力的那一个 并于小学六年级时,拿下了全国羽球排名赛遗祖的冠军 树立着身上的甲祖,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甲祖神手 然而在毕业即将生活中的期间 看见周周的朋友陆陆续续离开了球队 每天无忧无虑不用训练的生活 也让他一度放弃了羽球 在家人同意之下,悠哉了好一阵子 直到最后悠哉到发慌 才发觉到自己是多么的热爱羽球 妈妈也提醒他,这次是自己选择的道路 就不能轻易放弃哦 重回羽球,继续发光的戴姿瓶 也在15岁时开始接触到了国际比赛 当年先于7月份的亚洲青年锦标赛上拿下亚军 之后参加第一场国际赛事,越南大奖赛 一路闯进决赛,拿下亚军 隔年,在韩国公开赛上,第二轮对上了中国的周密后落败 赛后周密给予戴姿瓶相当高的评价 指出戴姿瓶很有潜力 如果未来能继续加油,将会是羽坛上强劲的对手 而在6月份的新加坡超级赛上 当时积分排名118名的他,只有后补的资格 球队教练劝告他们别报名了 当时爸爸则坚持要带他去新加坡比赛 并对教练说,如果现场没有补上,费用他自己出 当做是给小孩出国玩 年仅15岁的戴姿瓶,就这么一路从资格赛 连两胜进入到淘汰赛 更接续击杀广爱隆里子、佩萨娜、佩妍等选手 进入到决赛 决赛当天正是戴姿瓶16岁的生日 面对到的是世界排名第六印度的塞纳 两人对打两局 最终塞纳以21比18、21比15拿下胜利 尽管戴姿瓶最终没能赢得冠军 但一个16岁的小女孩 从资格赛一入过关斩将闯进到决赛的结果 已经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这位来自台湾的小选手 他的世界排名瞬间从118名飙升到了62名 隔年2011年,17岁的戴姿瓶远夫洛杉矶 参加7月份的美国黄金大奖赛 在淘汰赛中,击败广爱隆里子等人 进入到决赛,面对到日本选手佐藤亚湘 两人对决守局由戴姿瓶拿下,第二局亚湘返回 双方即战到决赛第三局,戴姿瓶逐渐拉开比数 最后亚湘因体力无法附和而提早放弃 让戴姿瓶以21比6拿下冠军 达成是亚首座职业赛冠军 戴姿瓶赛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单纯的说到 自己本来就有心理准备,对手会很难缠 但没想到能赢得这么轻松 回国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都可以看得出戴姿瓶当时青涩单纯的个性 爸爸常告诉我,人生是不可能每场比赛都挤出好球 但必须随时都有挤出好球的准备 因此不间断的接受训练 是我在为下一次比赛累积能量 而戴姿瓶也在该年世界排名攀升到了16名 并拿下2012年伦敦奥运的资格 来到戴姿瓶首次的奥运会上 在小组赛上已两胜出现 淘汰赛首轮则是对上当年进入巅峰状态的李雪瑞 两人的对决最终由李雪瑞也2比0胜出晋级 李雪瑞也是该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得主 虽然在奥运会上仅于16强止步 戴姿瓶在9月份的日本超级赛上 很快地展现出自己的存在 首轮开始一路击败天才少女 一色浓成十炫等人 决赛对上广赖龙李子 第一局由广赖拿下 第二局戴姿瓶很快地以21比9返回 戴姿瓶球入都变得独特性出生入化的假动作 不断影响对手的判断 陷入抓不到节奏的漩涡 这种少见的球风 除非戴姿瓶陷入失误 不然几乎没几个能应付得过来他的攻势 最终戴姿瓶以21比14拿下冠军 拿下生涯首作超级系列赛冠军 赛后戴姿瓶偷肉 比赛时并没给自己太多压力 只要求拼出应有的水准 尽管迎球当下并未感觉特别喜悦 但毕竟是生涯第一座超级系列赛女单冠军 赛后回过神来她才越想越开心 整个情绪跟着释放 并说到这样也好 免得比赛时想太多反而患得患失 同年代自已也在年底的台北黄金大奖赛上 将冠军留在台湾 同年代自已来越来越多的行为 而戴智穎相對少見且觀賞性的球風 也間接增加了球名對於女單賽事的熱度 在一次採訪時戴智穎提到 平時訓練時並不會特別去練習假動作 反而更加專注於基本球路和體能的訓練 對他來說假動作更像是已經內化為身體自然反應的一部分 而假動作的基礎則是建立在基本動作和球路的熟悉程度上 時間來到2014年 20歲的戴智穎已經是女單里的一大威脅 世界排名來到了第七名 在該年的年終總決賽上 成功于小組賽出現 于準決賽上先是擊敗塞納 決賽面對到韓國的陳直軒 戴智穎開局就以7比1大幅領先 整場比賽不僅靠著精準調動封鎖陳直軒的攻勢 強勁殺球也拼疲直接取分 第一局以21比17拿下 第二局戴智穎不斷利用往前刁钻的吊斷球 以及強力的扣殺取分 很快的以21比12 直落二拿下生涯首作年終賽冠軍 然而在這開始順利的成長 卻也在2015年遭遇到了一些挫折 強年密集於世界各地征戰的問題 開始顯現在戴智穎的腳上 反覆性的腳上 逐漸影響到了他的表現 最終在年底香港公開賽的那次受傷 決定年底休養三個月的時間 在國訓中心團隊的建議之下 戴智穎進行了一次大改造 一向不喜歡重量訓練的他 開始強化自己上下肢的最大激勵 並加強核心訓練 藉此能提升在場上移動時的穩定性 同時實施減重計劃 在短短的時間內減缺了6公斤以上 簡直像是進場大改 這次的變化而需要一段時間習慣 戴智穎感受擊球的內央變小了 讓先隊移動的速度變快了 續航力也提升了不少 也希望能夠壓低過往偏高的食物數 在這段試應期間 5月份的印尼頂級超級賽上 調出世界8名之外的戴智穎 已不再是種子選手 這在籤錶裡頭 小戴就像是那顆炸彈 沒人想碰到 戴智穎先是於16強時 對上第三種子的李雪瑞 已直落而勝出 8強面對到第5種子的奧元希望 戴智穎加強進攻上任的連貫性 在決勝局更以21比8壓倒心的晉級4強 一鼓作氣的直落2擊敗了第6種子的王世賢 決賽再度碾壓第4種子的王怡涵 聯姻兩局最終以21比8的比數 拿下生涯首作頂級超級賽冠軍 拿到冠軍的當下 戴智穎也為自己的表現感到意外 並謙虛的說著 這就是一個過程吧 主要還是奧運見真章 相較於4年前的奧運 年紀來到22歲的戴智穎 更加了解到奧運對選手的重要性 也在備戰期間 主動向教練提出加練的要求 但卻在出發前的練習 弄傷了手臂 最終的奧運會上於16強時 輸給了心度 賽後戴智穎對比賽的失利相當自責 儘管在媒體面前的表現看似平靜 但他所背負的期待與壓力可想而知 然而在奧運之後 羽團也逐漸進入到了戴智穎的時代 年初改造後的磨合期結束了 在力量不減的情況下 體能與速度獲得了提升 場上的穩定性也一併拉伸 同時戴智穎的打法也做了一些改變 戴智穎回憶過去 自己在出現失誤的時候 仍會繼續嘗試重複的動作 導致犯了同樣的錯誤 這讓他常常把自己給弄死 陷入死胡同 而現在當他了解到自己狀態不好的時候 便會減少假動作的次數 打法上的改變與穩定性的提升 就是為了要拉低過往高失誤數的問題 以戴智穎的技術與意識流的特性 當他能進入到低失誤數的狀態時 勝利就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了 戴智穎的改變很快地反映到了成績之上 在奧運會後 11月份的香港超級賽上 以第四種子的身份 一路上進決賽 以直若二擊敗新度拿下冠軍 世界排名也衝上了第一名 12月的年中賽裡闖進決賽 與陳馳炫的對戰 以21-14 21-13收下冠軍 隔年23歲的新科球後持續發威 3月份的全英宇球公開賽上 從32強接續擊敗新度 陳馳炫等人 決賽對上伊瑟農 以直若二拿下生涯 首座全英賽冠軍 馬來西亞頂級超級賽上 以2比1擊敗馬林拿下冠軍 隔週的新加坡超級賽上 與決賽再次對上馬林 以直若而勝出 奪得冠軍 接續來到亞洲羽球錦標賽 先後擊敗陳雨菲、李章梅等人 與決賽對上日本的山口籤 兩人擊散近60分鐘 最後戴智穎以21比18 拿下個人手作亞錦賽金牌 同時也是台灣賽時 55年以來首位金牌得主 搭乘跨季22連勝 與連續六戰冠軍的紀錄 戴智穎也在8月時放棄了世錦賽的比賽 轉而參加該屆由台灣舉辦的世大運 在媒體詢問原因時 戴智穎收到 她必須留下來 跟大家一起拿下最好的成績 她的目標是想要在國際上 讓台灣被世界看見 對她來說 可以讓世界看見台灣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戴智穎最終也在決賽上 以21比9、21比13擊敗李章美 為台灣拿下世大運的女丹金牌 直到一七年末 戴智穎總共拿下了五座冠軍三面金牌 世界排名持續在第一名的位置 在一次訪問被問到世界排名的問題時 戴智穎笑著說到 她不太在意能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待多久 因為世界第一 並不能保證她在每場比賽中獲勝 對她來說 成為世界第一的最大好處 大概就是每次比賽之前 都會被以世界第一的身份 介紹給全場觀眾 來到18年 戴智穎無解的存在 持續籠罩著女丹 3月份的全英公開賽 戴智穎決賽與三口鍵的對決 最終以直落二拿下冠軍 成為近10年來首位衛冕全英賽的女丹選手 4月份雅錦賽的決賽上 從首輪開始 就一路以直落二過關 決賽同樣以直落二的結果 擊敗成與非 在該屆雅錦賽 一局未失的霸氣 慘連冠軍 也是這10年來 第一個成功衛冕雅錦賽的選手 8月份的雅運會 戴智穎以第一種子的身份 一路以直落二 先後擊敗奧元希望 塞納等人 決賽對上巨人心度 戴智穎靠著出色的預判與果斷的進攻 最終以21比13勝出 以全勝局的結果 為台灣拿下史上第一面金牌 然而賽後訪問也出了個小插曲 讓平時臉上堆滿笑容的戴智穎 很見嚴肅了起來 你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試驗排名第一 然後可能球迷都覺得現在你的實力就是試驗第一 但是在這個比賽之前還沒有拿到過 一個大賽的冠軍去證明自己 那個時候你心急嘛 特別是在打完史進彈之後 然後拿到這個冠軍之後 你覺得這是對全世界球迷的一個 對自己的最好證明嗎 沒有什麼需要證明 就是這樣子比賽 贏了就贏了 輸了就輸了 你不想向全世界球迷證明自己 能夠拿一個大賽的冠軍 來證明自己世界第一 就第一的寶座是失智靈慧的 這需要證明嗎 你覺得做好自己的技巧 是的 戴智穎也在一次的賽後時出發到 他用球拍寫著他的故事 有些人只是看著結果 然後敲打著鍵盤 否定別人所有的努力 那都沒關係 反正世界上本來什麼人都有 他只想繼續寫著屬於他的故事 對於故事的觀點評論總是有好有壞 他也都接受 沒有經歷這些拿來的成長 我是戴智穎 我永不放棄 直到今日 但是戴智穎世界排名第一的周數 已經來到了148周 是史上在位最久的球後 而能達成今天的成就 除了他全面性的技術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他的態度 再一次訪問小戴教練時提到 戴智穎擁有最關鍵的三個心態 那就是全信投入 自我要求 不怕失敗 這十幾年下來 他總是能充滿熱情的面對 日復一日的訓練 對於自我要求極高的他 往往都在訓練時拼盡全力 很多時候反而是需要教練 勸阻他過度訓練 以免造成傷害 而小戴最具魅力的人格特質 就是他不害怕失敗的心態 每當贏球時 他會享受贏球的喜悅 訴求時 他不會被情緒困住 反而會積極找出訴求的原因 在透過訓練 不斷反思和修正方向 這就是球後的態度 凱文的驕傲 戴智穎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就按讚訂閱分享起來吧 留言告訴我 你在看完戴智穎故事後的感想吧 那我們就下集見 掰